咖哩液煮下去就有咖哩味嗎? 真這麼簡單的話 那去買咖哩粉 咖哩塊的 不就都神經病? Hi大家好,我是Rex 便宜喜愛的香蕩大師 歡迎回到我們香蕩QA第五一四集 香蕩QA你Q我來A 我們這一集香蕩QA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既冷門 但又不是太冷門 很少人買但很多人吃過 Maybe你也吃過但可能沒聽過的 南印度咖哩的南印 咖哩液 好啦,影片開始前還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喜歡香料相關的主題 別忘了先幫我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影片喔 每週二晚上七點準時的相片 OK 咖哩液 就是咖哩樹的椰子 如果你覺得我講廢話 那一定是沒有看過我們檸檬葉那一集 檸檬葉是檸檬樹的葉子嗎? 不是嘛 所以咖哩液是咖哩樹的葉 沒錯 咖哩樹又叫做可因式月菊 也有人叫它調了酒裡香 咖哩樹 網路上很多人講說 它的名稱的由來是因為它的葉子散發著印度咖哩的味道 這句話乍聽之下好像沒有問題 但有點不合理啊 不覺得嗎 請想像一下 今天印度人用這個可因式月菊來作為印度咖哩的原料之一 那 你當是印度咖哩散發著這個可因式月菊的味道 而不是那個葉子散發那個印度咖哩的味道 那個葉子只是散發它本來的味道 所以從今天開始 不要再叫我咖哩葉 請叫我可因式月菊葉 我跟我寫咖哩葉 那是因為為了關鍵字搜尋 剛剛沒有人會搜尋可因式月菊葉嘛 對不對 老闆這樣 從今天開始 如果你看完這部影片 你有想要購買咖哩葉的 請私訊我 跟我講說 我要買的是可因式月菊葉 直接清整 好不好 這就是知識的力量 知識變現 你有沒有覺得這是字幕不錯 咖哩樹原產自南印度 分佈在熱帶跟亞熱帶地區 而它的葉子 咖哩葉 就是剛才被我們證明過的可因式月菊葉 它磨碎之後呢 會略帶一點 甘菊味 還有另外一種難以形容的味道 因為味道這個東西比較主觀嘛 有人說像 有人說像橄欖 我自己聞起來像蟬寶寶的味道 也有人像 也有人說像印度阿味 你現在是不是想問印度阿味是哪味 印度阿味不是人 它是印度的一種香料叫做阿味 如果你有興趣的下方留言 我們之後再 找一集 香料QA為大家深度做講解 那咖哩葉的應用呢 大部分 都用在南印度的咖哩裡 最有名的就是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是一種 印度的湯咖哩 沒有那麼稠 有點辣 除此之外呢 也很常被拿來煮醬汁 煮湯 有人做 咖哩葉油 或是直接把它做成 都有 那講到這個印度咖哩呢 我們就要說一下它的起源 要追溯到西元前三世紀 他當時阿喻王為了要擴張他的領土 躲去了好多人的生命 之後呢 直接皈依佛教 為了推廣不殺生 所以他在印度料理裡面 大量的使用 豆類 蔬菜 精煉奶油 有沒有覺得有點熟悉 沒錯 這就是印度咖哩 最原始的樣貌 那印度咖哩起源有很多種說法 真的要講完的話可能時間會太久 我們之後會把它獨立出來做一個 咖哩的主題 到時候再跟大家深入講解 好吧 那咖哩葉除了我們前面講到了 他實用的應用之外 也有人直接把咖哩葉拿來泡茶 因為咖哩葉有藥用的價值 咖哩葉就有被記載在印度一本很有名的 醫學典籍 叫做 阿玉 與廢陀生命療法 不是阿彌陀留後光刃 因為我們本身就有在賣咖哩葉 所以他的功效 我們就不贅述 如果你的咖哩葉的功效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自己自行上網Google 應該 文章會很多 你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我們今天的咖哩葉的分享就差不多到這邊 如果有任何問題 也可以直接來 讓你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我們今天一樣有抽獎 承襲我們一貫的傳統 將什麼抽什麼 我們今天抽出 三包咖哩葉 只要你有訂閱有留言 就可以給大家抽獎 留什麼都可以 還有想要聽其他香料主題嗎 或是你對咖哩葉有其他應用的方式嗎 或是你對印度咖哩有什麼特殊的見解呢 歡迎留言 其他問題 記得 問題前方 加上 我們就做成影片回答你 喜歡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按下喜歡 也別忘了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還有 分享給你 身邊的朋友 我們下個影片見 不就做神經病 有毛病 來口情的病 留情路的病 請去打卡丁